美国为了创造就业机会 总统川普废除了前总统欧巴马 因应全球暖化的政策 他表示要结束煤炭战争 促进国内的石化能源生产 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28号 签署行政命令 下令废止前总统欧巴马 多项有关全球暖化规范的政策 以促进国内石化能源生产 为了兑现让美国再度富有的承诺 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发展 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 解除煤矿业者租用联邦土地的禁令 取消抑制石油和天然气 甲碗排放的规定 并且在政策以及基础建设核准决定时 减少气候变迁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考量比重 另外根据民调公司盖洛普 在24号到26号之间进行的民调统计 川普在废除欧际健保失败后 他的民调满意度再创新低 下探到36% 而不满意的比例则占了57% 相较之下欧巴马民调满意度 最低时是38% 柯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最低支持度则为37% 作为新手上任 川普入主拜公未满70天 满意度就已经低于前两件 民主党籍总统的低点 短暂的蜜月期过后 川普在接下来30多天 实现百日新政之际 如何维持他的支持度 将会是一大课题 华语新闻综合报导